腾讯体育7月23日训,2018年接近世界锦标赛,在中国无锡进入第五个比赛日,今天进行了女子花剑个人淘汰赛的争夺,结果成绩最好的,是创入32强的傅怡婷,她最终排名第23, 第三位选手直部六十四强,陈欣元第39,霍欣欣第四十四,十月第四十六,最终折截亚军,意大利选手沃尔皮·安利斯在决赛中击败法国民将约法拉第布斯多德冠军,女子花剑个人淘,中国有四位选手参赛,军事九五后小将,分别是来自江苏的霍欣欣,福建的傅怡婷和陈欣元,江苏的十月, 霍欣欣世界排名第27,傅怡婷世界排名第38,十月世界排名第43,陈欣元世界排名第49,这四位小花中,年龄最大的霍欣欣也才22岁,在小组赛中,陈欣元五胜一副位居小组第一,十月四胜二副排在小组第二,傅怡婷五战全胜排在小组第一,霍欣欣四胜一副,随后的淘汰赛, 陈欣元和傅怡婷,以全胜战绩小组投名身份,闯入64强,霍欣欣和十月分别以五号种子和八号种子身份,直接进入64强,这样中国四位花界女将全部晋级,32分之一决赛,傅怡婷对手是法国选手布拉兹,结果傅怡婷以15比12胜出,顺利进入32强, 十月对手是,雄园力老将克雷斯范尼,双方打得非常激烈,十月关键时刻措施机会,以14比15一剑的烈士西败,霍欣欣对阵韩国选手张西雷,这场比赛霍欣欣发挥一般,结果以10比15落败,直播64强,陈欣元对手是土耳其的卡拉特迈, 他未能顶住对方的攻势,结果以11到15高负,就此禁傅怡婷闯进32强,16分之一决赛,傅怡婷对手是世界排名第九的俄罗斯选手IPAPINSVETLANA,后者的比赛经验和实力较高于傅怡婷,不过傅怡婷场上表现可圈可点,在互相试探实力的第一局结束后,双方开始采取积极攻势,比分交替上升, 傅怡婷一度取得领先,然而在最后时刻,这名出生于22岁小将,还是未能把握住战绩,俄罗斯选手连续攻下数件,最终傅怡婷以11比15落败,无人16强,决赛在法国名将院发拉第布斯和意大利选手沃尔皮埃利斯之间进行,这场比赛进行的精彩激烈,结果沃尔皮埃利斯发挥更胜一筹,以15比12, 二胜出,从而度的女子花见个人赛金牌,成绩世锦赛,沃尔皮决赛以一件支差,输给俄罗斯选手德里格拉多娃,一汉获得亚军,这次沃尔皮终于首次登顶个人项目的世锦赛冠军, 约法拉第布斯获得银牌,意大利选手埃利格·埃利安娜和图尼斯选手布巴克林同获得铜牌,负一庭最终排名第23,陈星元第39,霍星星第44,10月第46,根据赛程安排,北京时间7月25,将进行女子花见团体赛的争夺, 届时中国女子花见队四名小将还将于团体赛在场上征战 Witney